好了,不好意思,我回來了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我還是不知道的 先說回非常保險 之前的一段節目 嚴格來說只是說了風暴消息 但是現在還是要說一些風暴消息 因為有些事情是更新了 要說一下司法機構 他們宣佈了由於8號熱帶氣旋警告訊號仍然生效 所有法院和審裁署早上的聆訊就會延期 他們舉了一個例子 如果8號訊號在早上11點之後仍然生效的話 今天下午 所有法院和審裁署的聆訊也會延期 法院和審裁署、登記署、辦事署也會暫停辦公 直至另行公佈 大家回頭看看 天文台說了11點40分 才會掛3號 理論上 法院和審裁署 下午 所有聆訊都會延期 如果天文台是根據他的預告辦事 但是天文台不一定會根據他的預告辦事 所以大家真的要留意清楚 究竟3號風球是什麼時候掛起的 這個一定要看新聞的 這個沒辦法 還有就是 這個提醒大家就是運輸署 運輸署他們宣佈了 又是8號風球 在金鐘、長沙灣、觀塘、沙田的牌照事務處 公共車輛分組 過境服務分組 車輛檢驗中心 駕駛考試排期事務處 駕駛考試中心和筆試中心 都會暫停服務的 已經預約在今天上午進行的駕駛考試 包括路試和筆試的考生 就會獲得個別通知 令定考試日期 另外 已經預約在今天早上進行的車輛檢驗 都會取消 這個運輸署的死線有不同的 他就說如果8號訊號 在早上的11點30分仍然生效 那麼全日的車輛檢驗都會取消 如果天文台 是根據他的預算去做 即是11點40分 才去掛3號風球 那麼 這個應該在下午的驗車都會取消 那Freder Wong是否在中午前3號就要上班 很多公司 都是有他們的操作 自己有操作 所以你要問問自己的HR 當然是 不好意思 有些網友說可能手機有問題 極端天氣網絡有問題 我這裡其實是沒有極端天氣的 所以究竟發生什麼事 我不知道 這個講句不好意思 但是 市面上其實有很多人都是罵政府做得不好的 這次是 又罵天文台 但是 我再說一次 這些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天文台就跟數據做 也是根據預測 預測是會錯的 還有 還有 天有不測之風雲 這個世界 永遠都是天有不測之風雲 有些是你猜不到的 還有 其實你看看天文台 他們 怎樣掛風球 那些 當然是有預測的成份 但是 他的預測是不可能百分百的 現實情況 就是 預測是不可能百分百進 其實大家都知道 天文台最初猜 這個風也是打不成的 其實他最初的估計也是打不成 不過結果是打得成的 有些事情是沒辦法的 我也要跟大家說 這些是沒辦法的 那 知道的訊息 已經告訴大家 那麼 滯留在機場的乘客 之前等的士等得很不耐煩 那 現在可以回到機鐵 當然有些地方是機鐵是不會到的 這是沒辦法的 即是機鐵設計的時候 他只是由機場去香港中間停幾個站而已 停青衣、停九龍 那麼 你不是在 那兩個站附近住 你也是不方便的 機鐵其實是 你是要搏車的 機鐵本來的設計也是這樣的 那麼 現在的人在罵 其實 你去住 一個地方的時候 你其實已經知道 那個地方有什麼交通 你是知道的 譬如你去租一個地方住 或者你去買一個地方住 你是會知道 那個地方 有什麼交通工具 你當然可以爭取 你住了進去才爭取多些交通服務 這個也可以 不是不行的 你是可以這樣做 但是 你現在嚴格來說 有天災 在那裡狂罵 又說政府安排 其實政府安排不了多少 有天災的時候 政府安排這個 安排這個 安排不了多少 除非要不就 好像外國其他地方那樣 八號風球繼續運轉 有些地方是這樣的 他沒有風球的 他有什麼警告那些 但是 全部跟公共服務 是沒有關係的 他繼續服務的 盡量繼續服務 那麼 如果是要這樣做的話 那交通工具又要繼續服務 整個社會是要有一個大改動 就是打風就不放假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自己想想 在香港行不行 就是有些人 我覺得他也要想想 別人怎麼做 KKD就說 有些公司要兩點下 才不用回 所以就是 大家要知道自己打工的地方是怎麼算 你一定要知道這件事情 還有 大家要預算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一下三號風球 那些人就會湧上去上班 其實就是 這個交通是 他一下八圖風球 一掛三號風球 其實大家就知道 一定會有交通混亂的 就是今天 其實大家都要預計一個成本 就是交通成本 可能 你11點40分 就像天文台預期一樣 他就掛回三號 那麼 全部人就在11點41分 就湧上樓了 其實就是 那這個是沒有辦法的 人次樂木村又說 日本是打風要上班 是 我知道很多地方都是這樣 我這裡也是這樣 打風也要上班 那些事情根本不停 如果這些事情是不停的話 那麼 社會要接受得到才行 你在香港說 打風不放假 這樣行不行 現在有些人提出 就是在股市試做 這件事情 行不行 但是股市也是死死下的 股市的實際問題是怎樣呢 為什麼那些人不玩股票呢 其實就是 這個跟其他的衍生工具 和加密幣 那些是有關的 你問一下那些年輕人 90後那些 他們除了強積金之外 有沒有買股票 很多都沒有 我理解的都沒有 他們有些人又買加密幣 有些人當然是賺到很多錢 有些年輕人 那麼 現在大家做的事情不同 每一個年代的人 對不對 安德里麥就說 根本沒有打風假期 其實很多地方都沒有 現實情況 香港有打風假期 其實是特殊的 是特殊的情況 那麼 安德里麥就說 搬到機場回大陸 又不方便 那又不是 如果在機場那裡 你過去 就是廣珠澳大橋那裡 是方便的 那裡是OK的 其實機場又不是 真的那麼差 喏 荷里奧就說 每天都怪人錯 香港的交通已經是 很方便 其實香港是很方便的 還有 黑雨的時候 大部分的交通工具 其實都是如常運作的 這件事已經是很好的 那你說 八號風球怎麼辦 那八號風球 港鐵也是繼續走 是不是 那有些事情 你不能要求的 就是說 要的士司機 不加錢 那樣 人家賺命搏 你自己 大家 照顧一下 大家的感受 好嗎 我發覺香港有些人 是不會換位思考的 尤其是 滯留在機場 又不願意加錢的人 這個真的很好笑 其實 機場又沒有特別安排幫助 自己收拾 那這些就OK 有些市民說這些 沒所謂 但是有些人 你去到搭的士 然後的士司機說要加錢 不行 不可以加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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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滯留在機場 那情況就是這麼簡單 當然 有些人會選擇 在機場睡一晚 因為機場 以前 有一個 午餐 你可以到一步 之後 休息 是OK的 但是應該都爆了 有些人都拿了這個選項 爆了 所以你沒有辦法 遇到這些天災 當然要自己處理自己的問題 你沒有可能要求 特區政府 管理所有事情 生養死作 管理所有事情 包括 你出行 遇到阻滯 特區政府也要立刻來救你 你記得 特區政府不是萬能 雖然他們那些官員 現在出來吹到 那些關外隊 差不多是萬能一樣 你相信他們 你就真的打野了 哈哈哈 真的 哪有事情可以做到萬能 哈哈哈 對不對 先看看 香港泰民說 港珠澳大橋 也有人吵金巴 三號風球停駛 為什麼港珠澳大橋 其實三號風球也要停駛呢? 其實港珠澳大橋 你有坐過車 你就知道很長 其實 他這樣走 你也不要回答 我的建議是 因為雙層巴士 如果大風的時候 你坐過雙層巴士 你也知道他會吹到車子 會動的 會吹到車子 這麼重的車子都會動的嗎? 是的 會動的 所以 不要 罵別人 別人不開車 當然是有危險才不開 如果是百分百安全的 哪會不開車呢? 能夠開當然是開 是不是? 別人當然有危險 照顧你的安全才不開車 是不是? 是不是? 還有 你要看看港珠澳大橋那裡 那裡是吃了風的 如果是打風的話 這是珠江口 橫道珠江口 港珠澳大橋 是不是? 那些人 為鬧而鬧 其實是我的看法很瘋 就是我的看法 東莞就說 以前灣仔 搭車回柴灣 小巴本來五毛錢 上柴灣 他都加到五毛錢 其實很正常 就是 在天氣 有問題的時候 就是 打八號風球之前 或者 一些紅車子會加價 這些其實 你在香港住得 一段時間都會知道 這些是正常的操作 你為什麼會知道這些是正常的操作呢? 就是因為 大家都知道 我認為這些是常識 這些車子是沒有保險的 你去到風球某一個水平的時候 就是這樣 那三文治就提醒大家 現在雨勢又大了 我出早也穿水鞋 其實 這個風的雨帶是厲害的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點 那天氣太遠就說 有個機場員工 窮到借錢搭車 窮人真是慘 要上班沒有辦法 其實 這個 有些機場員工是怎麼做的呢? 他知道會打 更高峰球 天文台預測更高峰球 他就在機場那裡露宿了 就是在機場那裡等 其實 這個是沒有辦法的 你說窮人是慘的 其實全世界窮人都慘的 這個是沒有辦法的 這個是真的沒有辦法的 好了 那虎諾平壤就說 雙層巴士 車身高 吃風 那些人都沒有常識 那就是 其實 有些安全意識才行 霧日凡星就說 某些香港人沒有常識就算 連一些安全意識都沒有 真是可悲 有些人是這樣的 沒有辦法的 有些人是這樣的 Paxi Walk說 有車回家 一千元都要付 那 你看看住多遠 通常都不會那麼狼的 的士司機 其實 很多由機場 去到 新界沙田那些地方 都是加五百而已 都不會加很多 就是 這麼長距離 都不會 再加一千 其實的士司機也算不錯 當然有很多人罵的士司機 是的士狗 網上最多人罵這些 的士狗 其實 你罵什麼人 說真的 大家都是 社會基層人士 你互相抽刀 其實大家都沒有好處 這個社會最可悲 就是 大家都是打工仔 你就抽刀 咬大家 這些是可悲的事情 好了 算了 來到這裏 最後讀了MCC007 就說 不知道香港為什麼 養了這麼多怪鷹 什麼都投訴 8號 風球加黑雨 還有 消防雨 消防員和警察 上山找人 想一下別人才做 其實 消防員和警察 上山找人 我想你是說 曾憲哲 那件事 好像叫曾憲哲 那個讀藍拔稅 17歲的學生 他失蹤的時候還沒有打風 說清楚 他失蹤的時候還沒有打風 他好像還沒有找回 但是 坦白說 有些事情 他可能已經是輕生的了 我不是想 摧毀他父母的希望 但是 他 憎恨小朋友 不是小朋友 嚴格來說 17歲 他應該是壓力山大 頂不住 選擇了做一件事 要麼就躲起來 要麼就輕生 是兩樣的 如果不是你找到他 他要麼就躲起來 要麼就輕生 所以 但是如果你要罵他 說他浪費警力 浪費消防員 那我就要說 他不是的 他走去失蹤之前 他不知道要打風 好了 算了 來到這裡 休息一會回來講講其他話題 我再次會 蘇生 吧 我也是 請走 那剪 謝謝 我 那年 找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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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